自從李多惠來台灣後 PTT表特版多次被點名的這位韓子女神終於要來了 廢話不多說,鬧名片 馬上開始 很多人都不知道這個字該怎麼唸 從打字的角度要打邊谷譽 不熟的朋友以為是顏局蝦 但英文看起來是要唸白海勇 不過符合一般大眾我們唸邊家局吧 邊家局出生於1999年3月4日南韓金基道光明市 休學於嚴城大學航空服務系 身高164公分,IG頻道有15.7萬的追蹤 曾是李多惠騎鴨湖隊的隊友 興趣是宅在家追劇跟打LOL 聽起來很適合我 邊家局小時候原本希望長大可以當藝人 但基於某些原因並沒有走這條路 由於他很喜歡跳舞跟表演 所以就參加了啦啦隊的徵選 很幸運的進入了韓紫啦啦隊 邊家局於2018年出道 2019年加入陪陣英雄 之後因為學業問題短暫休息一年 2022年以啦啦隊隊長的身份加入奇雅虎啦啦隊 2024年加盟中信兄弟 而因為邊家局會手語 所以當聽上粉絲用手語跟他索取簽名時 他能聽得懂 某次受訪時他也提到除了啦啦隊外 希望自己未來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手語翻譯員 另外他也曾告訴粉絲自己在下舞台後 有時候可能表情會比較無神跟沒有笑容 但並非不喜歡粉絲,希望大家不要誤會 這當然沒有問題啊,我們怎麼可能會誤會呢? 而由於2024年外籍兵團啦啦隊太多了 這次的補強,我只能說中信兄弟完勝 好啦,您的讚許是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喜歡我的頻道,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跟我們討論 我是一平妹,我們下次見 掰掰